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如果你多重感染或重复感染要小心 因为新冠跟流感的并发症几率可能会上升 还有很久没有听到百日咳最近也都冒出来了 疾管署就特别提醒大家百日咳传染力非常的强 可以依传17人 另外还有感染科的医师也提醒大家 可能现在有非常多人都是多次感染新冠 要小心造成免疫窃盗 而且以前没有听过的病毒现在好像通通都冒出来 像是这个泪皮局它到底是什么 最近案例非常多 淑欣姐 是 以前大家可能没有听过泪皮局 现在三末五十就听到媒体就说 泪皮局又创新高了 没有通过这19年来的新高 累计到现在已经超过50例 光是凯米台风之后就新增了47例 大家想说发生什么事 而且甚至造成7例的死亡案件 除了刚才黄立民教授说的 第一个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这几波新冠之后 被新冠病毒偷偷偷走了我们的免疫力 像我这一次感冒也是都不会好你知道吗 觉得它又好了又出来 觉得它又好了又出来 感觉就是一个不会好的酷酷嫂 所以见面的时候现在都是拱手不握手了你知道吗 就觉得太严重了 第二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凯米台风 因为它风灾之后造成一些地方可能淹大水 淹大水可能本来深处的土壤 一些很久都没有见过世面的细菌就冒出头来 这两个加在一起 使得我们这个创下了史上的新高 另外一个说白日咳 因为以往大家想白日咳那不是有注疫苗 对 可是最近发现说 有的时候疫苗年久之后 可能效力没那么好 当你们家一个人出现之后 另外就感染 比如说这个一家群聚的感染 他这个本来是小朋友10岁 6月开始就有哭哭嫂的症状 一直哭哭哭 一直哭哭哭 会有喘声 甚至会到有呼吸中止的feel 大家想说咳到喘起来这是什么鬼 后来才发现咳到7周之后 等于咳了50天了 确诊说原来是白日咳 而且是连他的爸爸连他的姐姐都知道 一家三口都是这个确诊百日咳 所以不要等到咳到百日才去 呼吸科的医生都跟我说 三周咳嗽没有好就该去找他们了 但有些人真的是没有办法 因为职业的关系就必须忍 比如说这一次他奥运 有一个真的很厉害的 200公尺的那个铜牌 这个莱尔斯拜托 他那个跑跑 你知道吗 他在铜牌200公尺竞赛的时候 他已经在发烧 他确诊新冠 他还得铜牌 他还认真 他跑到终点的时候 我看他已经快挂掉 而且是有医务人员 把他弄离现场 他这样铜牌 而且他100公尺的铜牌 真的 这么厉害 他本来是参加100公尺 400公尺的接力 所以后来像你不常再参加 怕他有那个 所以最后还放弃 比如说在那段时间 大家会发现 这个奥运村里面 其实也不少人 还是有这个新冠的疫情传出 所以大家要注意 这一次有时候 真的不是单独一种病毒感染 有时候因为免疫切 到这样环境中各种病毒都在 像是中有一个人就说 他感冒之后就觉得 又肌肉酸痛 又发烧 又很不舒服 他自己觉得 隐约就觉得又像流感 又像新冠 到底是中哪一个呢 因为他也有接触过流感的病患 他也有接触过新冠的病患 于是就去医生那里 医生一检验 夭壮 你A 这 B 这新冠 好多有 A 这 B 这 C COVID 三种都中了 他就说这波真的 大家要小心口罩带回来吧 是 其实我刚刚素勤姐 有提到一个名字 也是小鹅感染科医师 不管是新冠或是其他病毒 可能会造成一个东西 叫做免疫窃盗 观众朋友可能对免疫窃盗 这个名词稍微比较不熟悉 所以想请问一下蔡医师 免疫窃盗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是 就是刚才素勤姐有讲到 就是说免疫窃盗就是说 当你得到新冠肺炎之后 那个新冠肺炎的病毒 它会去攻击你本身的一些免疫力 所以就会造成你的免疫力下降 像是你的免疫力被 这个病毒给偷走了这样 被偷走的感觉 对 那另外一个名词叫免疫负债 就是说因为新冠流行 当然就开始打疫苗 开始洗手 开始就是说做一些预防措施 所以说你的身体的免疫的这些功能 它就比较少会去接触到一些病毒 或者是细菌 所以它就慢慢地就忘记这些细菌 就是它的免疫记忆力变差了 所以这两个原因 都会导致你的免疫力变差 所以整个免疫力变差 所以可能就会造成像刚刚讲的 类鼻菌或者是像百日咳这种 平常觉得比较少见的东西 全部都万箭齐发 全部都跑出来了这样子 对 不过因为其实真的 百日咳跟类鼻菌这两个 大家比较少听过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病毒啊 对 那个百日咳 它是百日咳感菌 所造成的这样子 那其实它没有一个 确切流行的实践 它就是整年都在流行 对 那它一般有时候 学龄前我们都会 至少打4到5剂的百日咳 所以学龄前 如果说你有打满 这个百日咳的疫苗 那基本上是安全的 人也不太会有什么 严重的症状 那比较百日咳要小心的 就是小于一岁的小朋友 如果说他没有去打这个疫苗 或者是说 他没有打满这个疫苗 他如果得到百日咳 那因为小朋友 他的咳嗽症状 可能不会说非常的明显 他可能都是用一些呼吸中止 或是发酷这样来表现 所以说小朋友 小于一岁的话 得到这个百日咳感菌 感染百日咳 它可能会比较严重一点 产生一些严重的问题 是 是 是 那类鼻菌 因为这个名词 几乎大家没有听过 然后在这一次台风后 其实类鼻菌的确诊率上升 甚至有台湾的致死案例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 对 那类鼻菌 它也是一种类鼻菌感菌 所引起的一个疾病 所以它算是一个病 一个细菌 它算是细菌 它平常都是在土壤里面 或者是在一些水源的地方 那因为台风试虐 然后土可能就被翻起来了 所以积水 土壤都可能会产生 让这些细菌就浮出在这个表面上 那可能人就皆有一些接触 或者是吸入性这些 类鼻菌的感菌造成感染 那它的症状 大概就是一些发烧 头痛 那可能会有一些溃疡的产生 那可能跟呼吸道的感染 症状非常的类似 所以不一定分辨得出来 对 所以就会变得混在一起 是 而且要小心 因为泪鼻菌 其实也会从伤口进去 所以如果在台风积水的时候 千万不要想说 那不然我现在去玩水吧 其实真的要有一点小心 那因为最近的感冒 风险其实在上升 王医师你说的要提醒大家说 其实因为我们现在天气 还是一直都是属于高温 那很多人就躲到冷气房 其实高温跟突然躲到冷气房 对免疫都不利 我们身体其实适合在一个 比较恒温的 我们所以习惯是 26度到28度的环境 当外面你说听到 34度 33度 甚至体感温度超过40度 我们都知道 美国心脏协会做个研究 当我们摄氏增加2到3度 你的免疫力会下降6.8% 那最主要原因是因为 我们知道天气冷 我们身体也会有状况 可是天气热 当你那个散热 你的血液太粘稠 会造成血管壁发炎 对你心脏是个负担 所以我们说太热跟太冷都不好 可是我们知道 如果外面很热 我们跑到哪里去 冷气房里面 那其实在冷气房里面 有没有很舒适 是很舒适 但是我们给它一个观念 你在冷气房当中 温度的设定一样 26度到28度 然后记得每隔50分钟 能够出到外面 去做一些其他的活动 让你身体不要一直 呈现在低温状态 甚至有人说 如果在家里开冷气的话 记得窗户要干嘛 留个10公分 留个小缝 对 留个小缝 那你气候 风可以造成一个流动 那你不要你里面的温度 是达到的 那里面可能不太通畅 可能产生一些其他的问题 那大楼的话都知道 如果空调不好 会造成什么 地毯的话 会造成很多呼吸的问题 所以大家一个观念 在冷气房当中 你要记得 不要一直待在上面 再过来 有时候室内温度跟室外温度 不要擦几度 不要擦超过10度 超过10度以上的话 你血管会收缩 血管会升高 甚至有些人会不舒服 像什么 感冒的感觉 头痛 头晕 类感冒症状 那这个就不是说 你的温差所在的问题 所以告诉大家 天气是很热 我们在跟蔡医师聊天说 其实到了七八月 理论上感冒应该要比较少 可是最近这几年来 那我们七八月 其实真的都很忙 那其实感冒真的看很多 以前有个slogan 大家听过 五穷六绝七零八落 为什么 就是五穷就是很多病比较少 七月八月 其实耳鼻欧科 这是指月份的 对 指月份 那七月八月的话 耳鼻欧科在干嘛 开手术的刀 为什么 因为耳鼻欧科医生比较咸 可以开很多的刀 他的淡剂 对 那蔡医师今天早上就开了舞台 那个鼻中额弯曲 这个时候医生比较有空 可是反过来 我们最近真的就很忙 所有的流感 所有的新冠 真的 我今天早上快筛 也是遇到那个新冠 两个都是阳性 病人都认为不是 可是我们一做就是 所以说很多情况下 告诉大家 真的迷力要好 吃得饱饱 睡得好好 没事不要到处乱跑 口罩一定要戴好 是 所以一些恒文很重要 大家很多人开冷气 想说我把它开低一点比较舒服 还是要记得 大概留在25度以上 甚至28度 偶尔还是要出去散一下 这个冷的感觉 其实比较好 现在病毒这么多 其实好像很难去避免重复感染 那中医就认为 想要避免重复感染 要从我们的脾胃开始调理 吴医师 在中医的理论里面 这个免疫力 就是一年 你只要感冒超过三次的话 其实是免疫力比较缺失的 那中医的理论里面 这个免疫力 它其实跟我们的 除了我们气管的肺之外 还有跟脾胃 因为脾胃是后天之本 所以你的脾胃 还有个说法就是 我们的肺 这个不是一个防御力 可是它的妈妈 供养肺的妈妈就是脾胃 所以我们会从 有时候老人家 或者是一些免疫力比较低的 我们就会从脾胃下手 不是观光区友 从肺下手 所以我今天分享的 这个福镇防感茶 它就是从这个部分 我们里面有这个 黄芪 白竹 防风 那黄芪 白风 或者白竹 这三个药 其实就是我们一般的 调整免疫力的一个基本方 就是育瓶 风散 那我们加上一些 可以调整我们脾胃的 我们就有输液 然后我们还有这个 就是我们的这个 输液之外 我们有一个纸输 加上我们的配栏 那这个都可以去湿 化着 那尤其是我们的这个 输液本身可以 脾胃这部分 它连这个孕妇都可以吃 也可以安胎的 所以孕妇其实也可以 喝照茶里 也可以喝照茶 但是基本上 那个免疫力要好的时候 一般来讲 都是老人家跟小朋友 那外因就刚刚说 这个COVID啊 A啊B啊 这些都是外因 那内因就是 我们中间讲说 鞋 这个棋器必须 就是因为鞋之手作 对外面的这些 病毒或者是我们说的 这些环境 温度包括 那我们的元气就要构起来 那所以通常会以这个 刚刚的这个基底方 然后加上我们 比如说这个树叶 或者是我们刚刚的这个配栏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 如果咳嗽化痰多的话 我们就可能有杏仁啊 半下 然后呢 有时候会鼻塞 像我们刚刚 鼻塞音很重 我们用的是 加一点葛根 让它伸到鼻腔的这个部分 是 然后呢 再来这一次COVID之后 ABC 很多皮肤症状出 所以感冒的时候会合并 我们在 这个 这个 赚一栏杂症 就会跑到我们这个部分 那我们会加一些 比如说经界 还有这个 看一下一下 虫虫的这个是 残腿 残腿 残宝宝那个 它要变大的时候 那个身体那个壳掉下来的 应该是那个 树的残 树残 夏天的残 对 夏天的残 这个掉下来的 然后再涂里面的 那这个很干净 然后这来喝它 那基本上呢 就用这个 但真的 中医的时候会拔慢 然后看你的状况以后 它会做一个调整 那这样子呢 可以对症下咬比较快 对 就如果你不确定 还是去中医看一下 会比较确定 但我们说重复感染 大家最怕 其实就是重复的感染新冠 其实我们大家现在都说 新冠已经开始流感化 但我其实坦白讲 我个人还是 比较不喜欢得到新冠 为什么 因为新冠后 其实我觉得 我的反应力会变比较差 我的记忆力 好像判断力会比较差 但是蔡医师你说 真的有研究说 假设新冠后 你持续在这个 长新冠的症状 可能真的会影响记忆力 对 就是这个比较学术一点 就是在英国伦敦 帝国学院 他们就是有发表了一篇在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里面 它是个很指标性的 一个医学期刊 对 它去把这个人的认知 还有这些记忆 去做一个 类似量化的一个研究 那就是发现到 就是说 如果你得到一个新冠 然后有长新冠的症候群 就是超过12周 那你的智商可能会 比正常人会降低6分 那如果说 它是回得来的吗 这个研究的 目前还 还在观察 还在继续观察 这不一定回得来 对 就不太确定 那另外一个研究 就是说 也是同一个group 他们去做的这个研究 就发现说 他们去分析 780多个人的 这个核磁共振 那就发现到 的确在这个 临边系统的 这个大脑皮质区 的确会有一个萎缩 或者是变异的情形 那所以说变成 会有一个实证医学的研究 在这里面 那认为说 的确这个新冠 或者是长新冠的问题 的确会对人的脑的一些皮质 或临边系统造成问题 那就会去影响 他的认知 记忆 尤其是长期记忆 可能会变得比较差一点 是 所以其实 我们还是希望 大家好 假设虽然说新冠 大家现在不用太害怕 但如果你真的得到 或你知道有人得到的时候 你就戴好口罩 勤洗手 这些基本的事情 我们就办到 那相信大家 观众朋友 每天洗澡 会摸一下自己的身体 你会摸你的脖子吗 如果你的脖子出现肿块 要小心哦 可能是癌症 正在找上面的前兆 长者是宝 需要陪伴与照顾 一人一点力 爱就大无限 当我们感冒的时候 最常见的症状就是咳嗽 那有的时候还会有 淋巴肿大的问题 有的时候我们在感冒的时候 你摸一摸 好像有一些硬块 在我们脖子这附近 但也要特别注意 它可能不是只是单纯的感冒 有可能是肿瘤 找上你 淑貞姐 是 像刚刚有时候感冒 我小时候最会的 我妈妈都说那叫坎塔拉 就是我只要喉咙一受感染 或什么牙痛或什么 只要那个 就这里会长肿块出来 所以小时候很会 长大好像就比较不会 所以大人如果发现这个 可能要注意一下 比如说那个女星高海宁 她之前就是 她是在坐飞机的时候 大家坐飞机都无聊 长途飞行 摸着摸着觉得 我脖子怎么有两颗种种的 又不会痛 后来仔细自己回家再继续摸 不止那两颗 脸接近脖子的地方 有另外两颗种种 也不会痛 这下就不得了 不过像如果是我们发现 第一时间一定想说 应该不是吧 不会这么倒霉吧 所以她也是 所以她先去找中医 所以她泼了一个黑白照 在插针 拔罐 调理一下 好像也没有明显变小 然后后来想说 好像还是应该检查一下 所以就去做了细针抽吸 不过好像也没找到什么原因 所以医生就跟她说 而且渐渐好像有点变小 所以医生就跟她说 可能多休息 要多注意不要太累这样子 但是老实说 如果是我经过这一招 我一定会刺戏 因为到底她是什么东西 对啊 对不对 为什么会这么紧张 因为很多人都会像 我讲的第二个案例这样 那个50岁男生 他也是一样 在锁骨这边 就摸到一颗硬硬的 我脖子跟锁骨这边 摸到一颗硬硬 想说这是什么 也不会痛 每次不会痛都特别紧张 都要压到他痛 应该太有痛了 压到他发炎 对 有没有 痛了 他痛 没有 他就不痛 不痛就想说大队 后来好像都没有不见 去找医生 医生就做检查就发现 原来不只是脖子 因为他这边刚好 同侧的那个肺部 有一颗比这个更大的肿瘤 肺部有个五公分的肿瘤 他就说 怎么可能 他平常觉得 顶多只有有一点点小咳嗽 我最近一直咳嗽 有一点点小咳嗽 想不到已经五公分大了 我就发现真的不少人 他其实肺癌 他的第一次转移 可能就往这边跑 往淋巴这边跑 大家记不记得凤飞飞 他当时也是 他这边往这边跑 刚好压到 他的控制身带的神经 所以他说 没有办法唱歌 后来才发现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 会跑到脖子的事 是这个谢采逆 谢采逆是一个IU设计师 那他是怎么发现 他年轻来三十几岁 有些人走在路上 突然觉得 我好像要吸不到空气 我好像要吸不到空气了 结果快要晕倒 送医才发现 他的胸腔里面 有一个12公分大的肿瘤 12公分 很大 就是一个淋巴癌的第三期 对 而且后来 他当然开始切片 他也治疗 他说很惨 因为脖子后来 一路往上蔓延 他说肿到整个脸都变形 因为这边整片都变形 然后从化疗到放疗 所有治疗都完成 他说好险他有撑过去 他撑过来 医生说 反正一切都会负正常 好想保养自己 所以一定要知道 脖子上的肿块 很多种可能 对 尤其是脖子上 产生无痛的肿块 我们看一下这个高海宁 其实当时医生 做了一个检查 叫做细针抽携 它是什么概念 跟观众朋友说一下 基本上就是这个肿块 我们用一个超音波 拿一个细针 去把里头的一部分组织取出来 做什么 化验是良性或恶性 这代表什么意思 医生慎重其事的 看待这颗肿瘤 所以其实 我们一定要特别提起 如果今天你的颈部长 一个肿块 其实是非常小心 要提高警觉 但是当我讲到这里 观众朋友如果摸到一颗 你一定在纠结说 我现在到底要不要 去医院看医生 蔡医师你说 有一些特殊的症状 合并有脖子的肿块的时候 一定要特别小心 及早去合口医师报道 对 其实这边比较重要 去澄清一点就是说 颈部肿块痛或不痛 它绝对不是一个 绝对的参考标准 如果说今天你是 有一些头皮的感染 或嘴破 或是舌头有溃疡 或是感冒 扁桃腺发炎 脖子都会有一些 立即性的肿块会产生 那些可能会有点疼痛 但是那种 就是在病程消失之后 或吃了药之后 那个会慢慢地消失 那另外一种肿块就是 它比较硬 感觉比较深一点 那感觉跟组织 有点连在一起 那通常这些人 如果说他同时 有一些危险因子 比如说抽烟喝酒吃檳榔 有一些癌症的风险 或家属有一些 鼻炎癌的病史 这种淋巴结 我们就会进一步地去探讨 说看看说 他在头颈部的区域 是不是有可能有一些 恶性肿瘤的产生 所以我们就去做一些 进一步的检查 这样子 所以其实如果观众朋友 摸到一颗的时候 你去到耳鼻喉科医师 其实你还要告诉他一些病史 这病史就是刚刚医生提到 你最近有没有脖子 手上脸上附近有伤口 或是最近有一些感染 因为感染其实也会产生 反应性的淋巴结 在我们脖子上 那如果这个肿块 出现什么样的形状 或特性的时候 我们要特别小心 那第一个就是说 它出现的时间比较久 就两周之后 这个肿块它没有消失 或者是感觉有越变越大 这个就要小心 第二个 你找不到其他可能的感染源 这个可能也要小心 第三个就是说 这个肿块有一点比较大 大于2.5公分 然后又有点接近圆形 那这种就要特别小心 那第四个就是 这个肿块 你会觉得它跟肌肉 感觉是连在一起 跟着肌肉一起动 它才会动的 就是好像很硬的 黏在肌肉上的感觉 对 它黏在肌肉上面 这种跟组织有点沾连的 这种一般也是觉得 它比较像是恶性的这样子 是 菜市是不是有相关的案例 对 那基本上就是 颈部肿块的话 在台湾的话就是说 比较重要就是说 是鼻咽癌的问题 要小心 那我曾经就是 有去做一些节目的胃教 那刚好有一位我的 研究所的学长 他就是看到我的胃教节目 颈部肿块 他就跑来我的门人找我 那看到面总是叙旧 很开心 然后他就说 然后他就说 他的脖子有一颗肿块 看我可不可以帮他看一下 那我就帮他促诊 那其实手一摸上去 瞬间我就觉得 这个可能不太妙 那我就建议学长说 我们是不是做进一步的一些 鼻子咽喉的一些内视镜检查一下 那只是内视镜一伸进去 我当场就直接 看到在鼻咽的地方 有一颗肿瘤 那跟学长解释一下 可能会是鼻咽癌的问题 那我们有做个切片 那的确是鼻咽癌 那就治疗 那就是做放射线加合并化疗 那目前经过五年 那都还恢复得蛮好的 那另外一个比较相对的case 是说在疫情前 有一位病人也是同样的样子来 我的门诊 那我也是帮他做了鼻咽的切片 那他的颈部肿块 疑似恶性 但是比较小 那切片之后 我们发现 他是一个恶性的鼻咽癌 但是我们就 医院有一些机制会去通知 他一定要回来复诊 但是他就真的就消失了这样 然后可能又遇到疫情 他又更不敢来医院 所以后来就没有再回去做事 对 他两年半之后 解封了 他就回来医院 回到我的门诊 第一个看到就是 肿块就整个变得很大 像是一颗 像接近快到棒球的样子 那很大 然后鼻咽一看 那个肿瘤就扩散得很大 进一步检查 其实他从本来的 可能是一 二期 变成已经接近第三期 第四期左右 我们还是赶他安排 解释 尽量地去做治疗 是 所以其实 因为脖子是一个 我摸得到的地方 所以其实观众朋友 还是不要吝啬 偶尔摸一下自己的脖子 但刚刚讲到 另一个五十岁的案例 他其实长的位置 是在我们的锁骨周围 王医师你说 锁骨周围的淋巴结 看起来更不妙 我们想说 我们淋巴系统 是我们生理什么 一个免疫的系统 那记得以前仿佛用什么 淋巴排毒 有 你没听过这个四个字 有听过 所以说当我们身体有 不管是病毒或细菌 到我们体内之后 它会在我们的淋巴结 给锁住 它不会造成全身性的伤害 它是一个重要的关卡 可是当你在那边发炎之后 感染发炎之后 它会干嘛 会肿 会痛 所以红肿 热痛 它是一个基本款 那好了之后 它有可能会消 有可能不会消 为什么 因为它久发炎之后 会纤维化 所以那会常会摸到什么 感冒的病人 会怎么耳朵后面 下一个地方会有一颗 那你可能原来 感冒的时候会长这么大 等到你感冒的时候 可能会小一点点 会缩小一些 就像红豆 绿豆 等你下次又感冒的时候 它又会肿起来 那基本上这种就是 跟发炎感染有关的 可是我们今天强烈的 我们身体 我们常说 我们身体有几个地方 有很多淋巴 我们知道耳后 脖子 是 腋下 还有我们鼠膝部 还有膝盖后面 那这些地方就是告诉我们 万一我们四肢 有什么伤口的时候 细菌感染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 先把你阻绝住 它就把你阻绝住 你不要什么 毒气攻心 不要让你的 整个心脏受到伤害 可是反过来 如果你本身得的是一种 肿瘤的话 它肿瘤的话 如果说在淋巴结 把你拦住 可是我们都知道 在淋巴结的当中 如果离心脏越近的 它经过心脏之后 再传出去 会散布得更严重 会造成肝脏 肾脏 甚至脑袋的一个转移 所以说这个淋巴结 当你有看到 我说实在的 我们在加一科医生 从看到的时候 你都变来问我们 淋巴结 然后摸到鼻子这些东西 在配合它之前 有没有感冒 简单 可是如果在锁骨上下 有点大的话 我们对待什么 女生什么 跟乳癌有关 甚至有可能 肠胃道什么 胃癌 甚至有什么 肺腺癌也都会 对 那我们基本上 其实刚才蔡医师 有提到说 鼻咽癌 其实我在疫情前 我有两个病人 其实就是转诊去 一样是鼻咽癌 所以鼻咽癌 这个case 我基本上说 我们在临床上面 只要怀疑病人 有一些头颈部的话 尤其是男生 尤其是我们东南医癌的人 或喜欢饮食的方面 我们都会转到 OBOK去做检查 那其实OBOK检查 基本上其实很容易判断 这会给大家一个观念 鼻咽癌是说 癌症里面 治愈率是算是最高的 所以算是它是 属于在癌症里面 我们认为 幼幼斑 对 比较不是那么恶性的 它不像什么疑脏癌 什么那种癌亡 什么卵巢癌 那种一听到 大概你就可能就是很 但是这个不会 所以大家跟你说 虽然你发现 找医生做检查 然后必要去做一些穿刺 去判断说 你到底是发炎性的 领巴结的肿大 还是你真的是 看到那个什么 恶性细胞 看到恶性细胞之后 再会去找 原来的根源在哪里 这样就可以处理了 是 还有一种肿块 是查不出原因 就是刚刚港兴高海宁 他查出来 医生只叫他多休息 但中医也认为 其实这跟太类 是有关系的 对 就有一种 慢性疲劳症候群 像我临床里面 就有碰过这样的 所有检查都是正常的 那你都发现说 他其实什么 把明天的精力 用到今天来了 过劳了 太耗损了 这个部分 你会发现全身 他常常会跟你讲说 我觉得常常很容易累 他会跟你讲说 我常常觉得喉咙会痛痛 因为脉一把 就说 你每次来 都有点感冒感冒的感觉 然后摸起来 就觉得这个 就一种慢性疲劳症候群 他因为他说 我讲 我都检查过 都没事这样 那像这种 我们就会给他用一些什么 跟他讲的 你咖啡讲的 就是那种哈辣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会用一些 散结消肿的一个茶饮 那当然会有时候 会用针灸加下去 那我们用的呢 其实很简单 比如说贵枝 陶仁 然后哲宪 然后我们的茯苓 丹皮 甚至于我们用普攻阴 那这普攻很好用 那个散结消肿 小块的这个部分都很好用 那当然刚刚王医师说的那种 有时候病人咳很久 半年都在外面 然后都没有去大医院检查 一摸 刚好就在右边的手朴下 一摸我就跟他说 我看你就要去 我给你介绍 胸腔科 一看肺癌第四期 所以这个部分很重要 所以有时候自己也要注意一下 这已经转移到这边的 都是比较危险的 是 淋巴系统要健康也要靠食物 秋香老师要教我们一道 护淋巴系统的料理 淋巴系统要健康 平常就要多补充各种颜色的蔬果 秋香老师今天用各色蔬果搭配鱔鱼 来帮我们做料理 是 所以就叫做蔬果鱔鱼片 好 那首先 好 我现在 这个 油要先下去 油先下去 我先把它关起来 因为我刚刚有热锅 然后姜片先给它下去 姜片姜末 对 姜末 切小小的 是 好 这里这个鱼 不管你用鱼鱼 鱼鱼都可以 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是你前面你可以先放盐巴 或者是盐巴跟胡椒放一起 然后把它放到这里面来 这样可以均匀分散下去 还有粉 面粉 面粉 对不对 所以它裹一层粉 让它酥酥脆脆的感觉吗 对 就是它会把鱼的 那个美味的汤汁把它锁住 所以你不用去沾 因为你去沾的话 就会沾到有一些地方特别厚 有一些 所以用撒得比较均匀 对 所以家里有这个网状就是这样子 就很简单 对不对 除了这些鱼 其实其他的鱼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来煎 都可以 整条的鱼也可以 好 我现在来这个姜末香了 对 因为今天的鱼有比较多片 所以油我稍微的放多一点点 好 这个时候来 你可以用煎的也可以用炒的 直接这样放下去 对 因为如果功力不好 锅具不好 你就一片一片放好不好 好 好 这就给它 受热均匀 但如果像秋香老师 其实就可以全部清沾下去炒 不是 因为你的卡锅比较快 它就不会黏在一起 这个两面煎到金黄色就可以 是 因为秋香老师 除了我们帮煎鱼以外 你会看到这边有几个 我觉得很棒的食材 比如说苹果 比如说洋葱还有番茄 王医生怎么看到这家料理 我们今天在谈到免疫力 给他一个口诀 吃得好好 睡得饱饱 如果不想感染的话 就没事不要到处乱跑 什么叫吃得好好 五蔬果 五种颜色 花青素多分 苹果多分 然后洋葱有所谓硫化物 吃优质的蛋白质 这样吃得好好 你睡得好好 你的免疫力提升 然后看外邪内邪 自己身体才会睡得更好 是 其实如果假设说 你没有办法像秋香老师 把它净料理里头 其实你在食材的选择上 就选择各式各样颜色的 蔬菜 蔬果 其实也对我们抗氧化 是很加分的 秋香老师 现在还在煎这个 所谓的鱁鱼片 是 我再把它翻面 因为这个你如果 是不是要生吃的话 我会建议那个鱼 一定要坚守 尤其是夏天 这个季节变化的时候 细静会非常的多 好 那我们把它 你看刚刚上面 给一点点粉 现在下去它完全就 不会沾 对不对 对 鱼也不会破掉是不是 好 这一块 因为鱼有一些地方 会特别的厚 所以比较厚的地方 你就放到火力比较强的地方 放在中间的位置 这边就比较强 对 好 我现在把它拨到旁边去 我要干什么呢 来 洋葱碎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 靠蔬果的香甜味道 直接这样放下去一锅炒 对 秋香老师的招牌 就是一锅可以把所有料理都完成 然后让它就是这样炒 一边炒一边把那个鱼就是煎香 洋葱那个甜味会出来的时候 就是炒到有一点点褐色 好 那我们就是这样炒一下 因为今天我们录影有关系 所以就不需要炒到褐色了 好 就是炒到那个甜味出来就好 好 那把盐巴放进来 炒一些味 对 先放一些盐巴进来 然后来 因为我放的盐巴是淡淡的 然后这个是苹果泥 苹果泥 苹果泥要放下去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快要起锅了 所以这个时候 番茄可以先下来 然后青椒 青椒下来 是 然后你看这颜色就很漂亮 好漂亮 五颜六色 看一下 秋香老师像这个苹果泥 一般在家里应该怎么做一个准备 事前的准备 你用一点点的水 然后加一点点的盐巴在里面 所以把它磨 磨一磨就把它 就是一定要记得一定要盐巴水 好不好 不然的话它就会黑掉 对 它会变色 是 好 就这样子 而且有苹果汁就不需要额外加糖了 它本身就有果糖 不要加糖 不要加醋了 这样就完成了 推荐这道蔬果雕鱼片 将一片跟凉葱末一通拌炒 加上小番茄跟苹果泥调味搭配 色彩缤纷口感丰富 帮你提升免疫力的好选择喔 观众朋友可能有些人偶尔鼻子上会长痘痘 或者是过敏性鼻炎 就会产生了鼻塞的问题 然而你知道吗 有些人鼻子长痘痘 跟鼻塞竟然得到一个叫鼻腔内淋巴流 它是什么疾病 广告我回来告诉你 身体出现肿块的地方 除了我们的脖子腋下 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 只是一个小小的青春痘 但没有想到 它竟然也可以变成肿块啊 苏星姐 真的 有时候自己误以为是青春痘 但它实际上不是的状况很多 但这个人他就蛮倒霉 他67岁的这个先生 他就在鼻子上长了一个青春痘 然后连太太也觉得 就是青春痘 太太一开始帮他挤 有把他清干净 本身有在洗肾 所以其实免疫也没有很好 就后来想说 怕他那个伤口不会好 还用那个草药给他敷一敷 没想到没有好之外 他那个肿块越长越大 越长越大 后来讲到像一个松露这么大 长到他的左鼻子上 已经把他鼻子的肉都吃到 还压到他的眼睛 几乎都看不见了 我已经这么大 就看医生说 你这个不是青春痘 现在一般人看也知道 他不是青春痘 他是一种叫做T细胞的淋巴癌 对 这样赶快治疗 幸好还好他还来得及 把这个癌症去掉之后 整个开始做治疗 后来眼睛的视力 也是有恢复的 可是你就知道 还有一些人最常见的 还不是这个肿块像青春痘 而是人家都觉得 鼻塞很正常 像我这样一直有鼻 为什么今天是讲我这样状 比如说鼻塞 那也是有个妇人 他62岁 他想说奇怪 我怎么鼻塞都不会好 然后一开始当然是觉得是感冒 后来就觉得是鼻炎 后来就给医生看 医生一开始说 有可能长期的鼻塞不好 也有可能是鼻息肉干嘛 那鼻息肉可能有时候 就需要一些手术的治疗 听到手术快走对不对 吓到了 吓到了回去赶快回家 回家之后就开始各式尘腰 你知道有很多通鼻子鼻塞的 对 台湾人超爱用的 一喷他就觉得通了 药局就买得到 逐渐好像越来越不通 这些尘腰没有办法处理 再去看医生 医生检查才发现 你这不是鼻息肉 你是长在鼻腔里面的淋巴癌 它不是鼻炎癌 它是长在鼻腔里面的淋巴癌 你这个再拖是有致命风险 它不是像刚才鼻炎癌 那么简单的事 它可能有时候 是不一定是很好的 所以赶快治疗 幸好还来得及 所以大家这个 看起来是生活中的小问题 有时候还是需要医生 帮你鉴别诊断一下 不过素权姐刚提到一个名词 叫做鼻腔内淋巴癌 其实这个名词 大家观众朋友 应该真的比较陌生 想先问一下蔡医师 它是个什么疾病 对 鼻腔内的淋巴癌 其实老实说不常见 我们在医院的门诊 有时候就会遇到 它其实来的症状 大部分都是说 它会单侧的鼻腮 它不会说两侧鼻腮 它通常都是单侧的鼻腮 觉得单侧鼻腮 我们进一步 就会用一些鼻径 或者是内视镜进去看 那一看到 的确一开始 就会像素权姐讲的 可能是一个像感冒一样 可能是一些鼻息肉 长出来 这个时候 如果有一些经验的医师 我们就会问他 就是说你有没有一些 就是说半夜会倒汗 或者说最近 有没有体重减轻 都会问一问 问他有没有一些 危险因子这样子 那进一步去做这个 电脑断层 你就会发现到 像这个片子一样 它就会是半边的 像是鼻息肉的一个 状况一模一样 所以说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建议他 可能会去进一步 做一些手术 这种病人 他一般有的症状 刚刚讲的就是 半边会鼻塞 另外一个就是说 他因为肿瘤在鼻腔里面 他会去压迫 压迫到眼睛 所以他会有一些 眼部会闷脏的情形 当然如果说有一些 他比较 吃得比较大 吃到鼻腔后面 阻塞鼻咽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耳朵 会闷闷闷闷的感觉 如果说有一些人 他往上吃 那真的很严重的时候 他会头痛 因为往上是颅底 颅底上面就是一些硬脑膜 侵犯到脑膜 他就会觉得剧烈的头痛 这种病人一般就是来 我们会帮他做个手术 做个切片 主要是做一个病理化验 病理化验 他会去做一些特殊染色 这个时候就可以去诊断 他是一个淋巴癌 淋巴癌的治疗 目前就是说 会去做化疗 合并做一些放射线的治疗 在临床上有一些案例 就是曾经遇过一位 他是在别的医院开刀 也是以为是鼻痘炎 鼻息肉去开刀 以为是一般的鼻塞 对 开完刀之后 一样就是一个标准流程 会去做病理化验 病理化验出来 结果是一个NKT细胞的 一个淋巴癌 他不相信 他就觉得不太可能 他觉得只是一个感冒 怎么会鼻塞 怎么鼻息肉 怎么会这样子 所以他又跑来我的门诊 我一看 既然已经有病理报告 那我们当然还是要 就是说跟他劝说 在他就是不相信的情况 我又帮他安排说 那我们再切片一次 再切片一次 的确还是一个NKT细胞的 一个淋巴癌 那我们当然是建议他 尽快地做治疗 但是这个病人就是 不愿意去面对 所以他又逃避了一段时间 那最后真的是 像刚刚那个case讲 他就是肿瘤越长越大 都吃到鼻子 外面的鼻翼软骨 都已经破掉了 他才跑来 那这个时候我们当然就是 建议治疗 那他的命运就没有像 这个病人这么好 就是他治疗三个月就合并一些感染 因为整个免疫力下滑得非常厉害 合并一些感染 最后就是败血症就去世了 是 因为其实鼻腔内的淋巴癌 它会有个症状叫做鼻塞 但是很多人又现在这个季节 过敏性鼻炎其实也会鼻塞 想问一下王医师 假设说鼻塞 大家先不要太害怕 但是如果鼻塞合并哪些症状 我们就可能开始发出警报 大概鼻塞有几个症 鼻塞再加其他症状 你要注意 第一个耳鸣 那我们耳鸣的话 基本上我们鼻子 鼻根 咽根 耳朵 耳鼻喉科 这三个是同一个科 那现在有分细科 可能分到更细 那如果到耳朵的耳鸣的话 表示你的耳咽管可能受影响 再过来你可能流鼻血 流鼻血 再过来你可能咳嗽之后 咳嗽痰里面也带血 你没有流鼻 你咳嗽带血 那再过来有可能吃到 其他地方你什么 头痛 或是眼睛有痛 甚至更难 你可能摸到其他地方 淋巴菌腫大 那这淋巴菌腫大刚有提到说 如果大于两公分 又不太会痛 又黏得有点紧的话 可能你的问题就很大 那我几个个案 我曾经遇到一个病人 他来看我的时候 他说他已经快不到50岁 他觉得他最近好像乳房有点什么 有乳汁 有乳汁 分泌 你讲说难道又怀孕了吗 当然不可能 50多岁 然后再问他 看他看眼睛有什么怪怪的 他说好像看东西不是那么明显 其实大概我们一般医生 听到这两个就知道 大概脑袋里面一定有问题 转去看神经那一颗 一看脑下垂底长个肿瘤 它压迫到哪里 压迫到视察 所以它造成他眼睛会看不到对几方 所以我们当中很多神经 它基本上一压迫症状出现 它是因为肿瘤的话 其实在我们鼻子里面 鼻腔那边 它的症状是有一点点 虽然是复杂 但是很容易做鉴别诊断 那是告诉你 你有状况 看医生 我们医生的敏感度 一定是为病人来得高 那适时的转整到地方去 能够早期诊断 早期治疗 把问题能够剪得最好 没错 所以其实如果假设鼻腮的时候 就几个症状一定要注意 比如说耳鸣 流鼻血 或者是你的颈部 刚刚提到的 发生一些肿块 又或者是压迫到神经 出现头痛或神经学症状 这些都是你鼻腮的重要警讯 没错 但是如果说你是过敏 或是感冒一场 就会觉得鼻腮 甚至还会鼻腮到头痛 吴医师有穴道 可以帮我们通鼻子吗 每天都要做这些事情 通常我们会针灸一下 但是家里也可以DIY一下 那第一个穴道 你不要以为 前面的鼻子不通 后面没事 有哦 这个时候 比如说像我们这个苏青姐 今天穿得有点凉快 我们的大椎穴 这个冷气一吹 特别凉 前面这边说 那就不舒服了 所以她刚刚在咳的时候 我好想用个什么东西吹风机 给她吹一吹 我以为你要从珍宝大椎 好想 我想拍你两下 因为她很好找 她就在我们的这个背后的这个地方 然后她如果头往下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椎穴最大 就凸出来这个叫大椎穴 不管你是穿衣服 把它遮住 或者是带个小围巾 或者是我们一般说热敷 或者是说 有时候在家里用的吹风机 都也很好 或者是说你 可以的话 把它什么 因为很有效果 那前面的病因的头 就是我们的这个鼻子的塞住 这个塞住在中医里来讲 古人又叫鼻智 智习的智 所以气都过不去 那这个时候 有两个穴道很好用 你可以试试看 在我们的这个鼻翼旁边 跟我们的法令 我们的接头 这个地方 这个是我们的银箱 那这个地方还要往前 往前顶到我们这个 这个鼻唇沟的顶点 跟我们这个鼻子不是 有一个凹陷吗 这个地方叫我们的鼻通 所以我们从我们的银箱 往我们的鼻通这样 按下去 往上顶 往上顶的时候 这个顶的方向 要往对面眼睛这个地方 所以你要 又回去 有没有酸 要很酸 又没有往左边点 就通了 有没有 是不是很通 好通喔 吸到好多通气 真的 那一天可以做几次 需要的话 每一次都可以做个什么 30下 大概一分钟这样子 然后再配合 我们刚刚说的热饮 或者我们刚刚说的 那个防疫茶 免感的这个 扶椎茶 你就发现 这个效果 跟我们单纯的 比我们单纯这样的 按的时候 效果更好 所以如果有鼻塞问题 有些不妨可以按 大锥穴 银箱穴 跟鼻通穴 广工后回来 主厨要用黄芯跟莲藕 帮你做一道 保护呼吸道的料理 秋天到了是养肺的好时机 秋香老师今天用 当季的莲藕加黄芯 来帮我们对抗秋天的病毒 是 那我今天用的是用鸡腿肉 看你们要用半字鸡也可以 都可以 那我今天用就是 像这个鸡腿肉 小朋友也会就是吃的时候 比较不会有鸡骨头筋 小朋友很喜欢 是 那我今天我不是要煮汤 因为煮汤的时候 有些时候莲藕 你一煮起来那一锅 汤黑黑的 小朋友不吃 所以我今天我就把它分开 可是今天的莲藕 它是没有变色的 它有时候会变 有时候不会变 那我是把它分开煮 我莲藕先煮好 然后香菇泡好 那这个鸡肉 我就是用一点酱油 一点味醂 然后一点点的香油 你把它腌一腌 然后锅里面就不要放油 就不放油 那锅我就稍微的给它 有一点点热度的时候就可以 那你在腌的过程里面 你可以稍微的抓一下 所以先抓一下这个鸡肉 让它可以腌入味 是 所以这个就类似一个汤菜 并不是煮汤 煮汤的话你还记得连骨头 那我这个是骨头去掉的 是 所以现在我们就先去煎这些鸡肉 是 因为其实黄芪跟我们说莲藕 中药好像都蛮常运用到这些食材 中药医是怎么看呢 因为黄芪它其实是我们 具有特殊甜味的中药材 而且它也对我们的防疫 免疫力对它可以顾气 然后补气还可以顾表 好像穿了一个什么 看不到的一个免疫力的衣服 对我们的呼吸道 肺甚至对我们的这种流汗 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莫名其妙乱流汗 小朋友有时候感冒吃 要吃太多了 太虚了一直流汗 这个黄芪很有效果 那个莲藕的话是我们钥匙同源的 你不要看它 它晒干的时候 它其实是我们中药材 像用藕结可以 小朋友要流鼻血 那莲藕如果生吃的话 它可以凉血 所以莫名其妙流鼻血 没事的话可以吃莲藕 那如果像马路菜了以后 它可以一见这个皮味 然后因为它高鲜 所以对我们的这个中医长的肺 跟我们的什么大肠互相的表力关系 所以它也可以让我们大肠的这个部分 可以蠕动加快 可以让我们的变密的情况改善 所以这个对我们的免疫力 也有很大的帮助 秀向老师这个鸡肉煎得好香 我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鸡肉你要就是 我们第一个动作就是要先把它 就是它如果来的时候有血水 你就用那个纸巾把它擦干就好 不要再去水龙头里面去擦 然后你就稍微的把它腌一下 就是米酒味淋 然后这样有这样子 所以这样子腌起来就很香了 真的很香 你在家里你如果要炒的时候 你还可以加什么 你可以加大蒜去腌 因为我今天我加类似红烧酱很重 我现在我把米酒放进来 然后刚刚那个药材就是 有黄芪然后有这个红烧 我就先去煮水对不对 好 因为我们是要 就是呼吸道的问题 所以我会加了这个南北杏仁 南北杏仁就加进来 那这些水就给它加进来 那个南北杏仁我觉得很好吃 它的口感脆脆的 其实我也喜欢 对脆脆的 那这个红枣我们就可以一起加进来吃 好 所以秋香老师泡完之后 其实其他的没有丢进去 只有红枣丢进去 对 其实我这是用蒸过的 用蒸的 用蒸过的 就是里面大概三杯水 外面一杯水这样去蒸 然后这是莲藕 还有香菇就一起 好 是 就一起把它要煮熟 就是让它煮滚这样 然后这个就是 四季豆 四季豆 对 是 那姜片你要前面放进去爆 或者说后面都行 都行 然后这个让它煮滚的时候 你看看那个 因为你腌肉的时候 如果太咸的话 这边就不用加酱油 那如果不咸的话 你就可以再加一点酱油 这样子 是 然后让它大概煮个五分钟 所以我们现在煮五分钟的时候 我想问一下 因为莲藕我家里也会做 可是它做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切法 或者是保存 让它颜色不要变的方式 其实我们切莲藕的时候 也是一样用醋水或者是盐 就是白开水 然后放盐巴 或者是放白醋 或者放柠檬汁都可以 把它泡着 包括那个什么 牛棒一样的做法 你切的时候 像我们因为要时间的关系 所以就把它切像这样子 类似零角块 对 有的是切一整团的 对 这样子 如果你时间比较赶 你可以切比较薄的薄片 可以 两半就切薄片 两半切薄片 就可以了 是 好 这个 等它煮熟就全部都完成了 是 就完成了 常常这道黄芪蜜枣烧莲藕鸡 煎至金黄色入味的鸡腿肉 跟莲藕 以及药上的汤汁 焖煮片刻 容易鲜美 回味无穷 帮助增强淋巴抗病力 我们今天提到了一些淋巴癌的问题 其实如同王医师刚刚提到的 其实淋巴是我们免疫的一个前哨 所以淋巴其实是在保护我们的 然后因为淋巴在我们全身 其实也会跟着循环 所以蔡医师你说 其实有一些抽携的指数 可能也看得出淋巴癌 对 是这样 因为淋巴它是一种系统性的疾病 所以说要去检查 早期发现淋巴癌的话 最重要是要去做一个全身的检查 那这边会建议就是定期做胸部X光 腹部超音波 那就是看胸部跟腹部 那血液的话 那有一些抽血检查 看白血球 红血球 雪小板的树木 有没有异常 那同时会有一些癌症的指标 比如说碱性磷酸酶 乳酸脱氢酶 或者是像是尿酸 因为有时候肿瘤它如果是很快地坏死 它的尿酸会突然地飙高 所以可以看一下尿酸的指数 有没有变高 或者是有时候肿瘤在肝脏 肝指数也会升高 所以等等的指数 就是可以配合一些临床上的症状 比如说脖子 腋下 鼠膝部有没有一些肿块 或者是有没有发冷 发热 半夜 倒汗等等 都可以当作一个诊断的参考 是 所以现在我们刚刚有提到的 包括说是X光 腹部的检查 还有一些定期的抽血 但是还是要提醒一下 其实是定期 因为如果你尿酸第一次看到膏 你可能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可能就错过最早的时机 那观众朋友 现在剩余的时间 你可以摸摸你的脖子 如果脖子出现这些状况 比如说你没有感染 那是有零八截 或者是有肿块超过了两周以上的时间 又或者是这种肿块 其实硬硬的它没有办法动 或者是它的尺寸比较大 甚至是大于2.5公分 其实这些都是很重要的警訊 因为它可以摸得到 所以算是一个可以及早发现的问题 健康的也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 我们的疾病都要早早退散 千万不要找上门 我们就下次见咯 大家拜拜 拜拜 大家好 我是健康主播郑凯云 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帮我们订阅 按赞分享 还有开启小铃铛 另外很重要 在底下有个超级感谢 可以按下去 表达对我们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